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头来说 2001年7月27号晚上 宝鸡市公安局有一名民警 因为接到单位的临时通知 急匆匆的返回办公楼处理工作 可是啊 刚一进入办公楼就感觉不对劲 这名民警干这么多年警察 他都是有直觉的呀 果不其然 用钥匙平时一扭就开的那个门啊 怎么也打不开了 很明显这门是在里边被反锁上了 这办公室里边有人 谁大半夜不睡觉啊 也不回家 在这反锁住办公室的大门干嘛呀 这警员呢 很快就反映过来一个事情 自己所在的公安局办公大楼 连续三四年出现盗窃问题 您各位该说了 什么贼呀 在外边偷偷就得了 偷了公安局里边去了 这不自投罗网吗 这民警呢 他也纳闷啊 是啊 什么样的贼 怎么这么大胆啊 死刑不改 偷我办公室来了 为了把这个盗贼一举抓获 这民警呢 没急着破门而入 而是联系了值班的同事 拿着手电筒 就沿着外墙爬了上去 果然 看见办公室门后边 堵着一个人影 这个人呢 披着背单 民警这回没从门里进呢 在窗户那看见他的呀 顺着窗户朝里边就喊 赶紧束手就擒 要不然 我可开枪了 眼瞅着自己 跑是跑不了了 那办公室门 也让人堵上了 窗户这边 警察拿着枪 比划着他呢呀 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名盗贼 只能是选择投降 随后啊 把门打开 警方进去之后 把这个贼 可就逮住了 一看这个贼 呀 是你呀 谁呀 老熟人 在这公安局办公楼 负责后勤打扫的 一个临时工 叫崔明放 民警也没想到 原本呢 只是普通的一个盗窃案 结果这崔明放被抓住之后 可算是揪出来了 这公安局内部的贪官了 这崔明放呢 连续三四年的时间 都在公安局办公楼里边 隐藏作案 最早他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敢偷公安局 咱们呢 从他应聘这份工作开始说起 1998年的时候 公安局呢 招聘临时工 崔明放啊 就顺利的应聘上了 这份工作呢 说轻松也不轻松 说累也没那么累 平时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福利待遇啊 也还不错 正式员工有的 民警有的 崔明放呢 一般也有一份 自从到了公安局 当了临时工之后 崔明放啊 一开始 就是老老实实干活 平时呢 不干活的时候 就喜欢听同事们 说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 用现在话来说 这叫八卦心很强啊 就喜欢听各种八卦 不过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崔明放就有点苦恼了 尽管说福利待遇还可以 但是工资啊 确实不高 他也知道 作为普通的后勤工人 没有转正的机会 你不可能做正式的公安局的职工 这对于崔明放来说 就特别郁闷 崔明放呢 一直有着远大抱负 想着赚大钱 改变家庭生活 但是靠自己这撒瓜俩嫂的工资 没有希望啊 琢磨了半天 这崔明放想着不行 我呀 还得再打点零工 干干兼职 就开始打听各种能赚钱的零工 但是也都没什么收获 崔明放觉得 哎 怎么找份工作这么难呢 怎么挣钱这么难呢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消息 彻底改变了崔明放了 当时啊 公安局的局长 叫范泰民 几个同事聊天的时候呢 就聊起来了 这位范局长了 就听一个同事说 哎 范局长 人可不是一般人 平时自己工资啊 一分钱不花 全都存着 家里的东西也从来不买 烟酒这些东西 多到都能搞批发了 都能自个儿 开这专卖店了 这些东西呀 定期就有人 专门给范局长送来 本来呢 就是几个同事之间 说说闲话 说说笑笑的 可是 却有人听进去了呀 崔明放 那是彻底听进去了 大伙说完了也就散了 但崔明放 可就一直惦记上这事了 甚至晚上啊 躺到床上还响呢 这范局长得趁多少钱呢 怎么他挣钱这么快呢 哎 我要有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就发了呀 想了几天 崔明放 眼中的范局长可就彻底变了 不再是高高在上 威严的公安局局长了 而成了行走的取款机 口袋里边有花不完的钱 崔明放啊 就开始下意识的观察 范局长的出入时间 就想着呀 别人我不偷 我就偷范局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摸索之后 崔明放把目标就对准了 范泰民的办公室 在同事们口中 这范局长哪是不用花钱 人家钱多的没边了 所以崔明放认为 我认识的人里边范局长就是最有钱的 有一天呢 到了晚上了 大伙该下班的也都下班了 崔明放呢 借口肚子不舒服 就进厕所了 等其他人陆陆续续的都离开了办公大楼 崔明放趁着没人 就来到了范泰民的办公室 范泰民呢 是有独立的办公室的 那是人家局长啊 崔明放呢 也没费多大力气 就进去了 这一进去可算是开了眼了呀 这范局长还真是有钱呢 翻箱倒柜的 发现这局长竟然在办公室里边放现金 还不是小数呢 一个一个的都是红包啊 都包好了的 大致看了一下 少说得有好几千 当时崔明放一个月工资就五六百个钱 不吃不喝 这也得挣上一年 你要真是平时攒 你得攒好几年才能攒这么多 看见范泰民办公室随手放着的红包 崔明放脑子里就一件事 这钱呐 是我的了 他呢 把现金红包就带走了 至于其他的值钱物件 这崔明放也没见识过 也不知道 反正就发现有不少烟酒 既然是收的礼 那么这烟酒也都差不了 那也拿点吧 这崔明放把这范局长的办公室可就洗劫一空了 照理说 这办公室的值钱财物都丢了 难道就没发现吗 为什么让这崔明放一偷就偷了将近四年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崔明放啊 进到了范泰民的办公室 之前哪见过这么多好东西啊 这回啊 算是把这办公室洗劫一空 回家以后 哎呦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也不敢动 这烟酒我要抽了 我要喝了 那浪费了 得换钱呢 几经辗转吧 人托人人犯人 最终啊 找到了一个倒卖烟酒的小商贩 把这些东西可就都出手了 本来崔明放还紧张呢 这范局长看见办公室丢了钱了 丢了烟酒了 那不得着急啊 不得找人抓我呀 哎 可哪知道 事发之后 这范泰民就跟没事人似的 根本就没提这事 也是啊 这财务都不干净了 他不敢透露出去啊 一看范泰民作为公安局的局长 这都不敢报案啊 他都不敢让他的手下抓我 崔明放胆子是越来越大 每隔个三四个月 他就得进入范局长办公室一次 第二回作案的时候 他发现这范局长心是真大 那个办公室的门呢 还是没锁 原本呢 被他洗劫一空的那些柜子呀 抽屉呀 又被各式各样的礼物给填满了 那行吧 来吧 我接着弄走了 崔明放啊 这一回两回可就都得了手了 确实呢 也没手挣 胆子是越来越大 看来呀 在公安局偷 势必在外边偷墙啊 外边偷 他报警啊 在公安局里边偷 他没人在意呀 不过光偷范局长 毕竟啊 也偷不了特别多 你想啊 办公室里边即使放财物 放不了多少特别贵重的 哎呀 我还得再扩大我的业务范围呀 趁着没人的时候呢 就在普通的办公室搜罗一圈 范泰民事局长 送礼的多 普通民警那儿 那能有什么东西呀 顶多都是自己随身的零用钱 可能放抽屉里点 那时候多花现金吗 可能平时自己买的烟呢 买盒茶叶呀 可能放抽屉里边 东西也不好 也不多 但是崔明放也不在乎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哪怕搜了一圈 搜了出来一百块钱呢 那不是白得吗 这么着 就一轮又一轮的 细节这公安局办公楼 到了2001年 也就是抓住崔明放这次 距离他第一次 在公安局内部刑切 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这三年多呀 他就没失手过 贼不走空 每回都能得着不少东西 在一次次盗窃的过程之中 崔明放甚至想 哎 我在办公楼 偷了一轮又一轮 他们也没发现 他们是傻吗 肯定不傻呀 那这明显是不愿意声张啊 毕竟 这公安局局长 这抽屉里边 柜子里边又是钱 又是烟酒的 他不敢说出去 这些民警呢 哪怕真知道这事了 那也不敢声张啊 这一声张局长 不得给他穿小鞋呀 想明白了之后 崔明放啊 就也不紧张了 放松警惕了 行动次数越来越多 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不过那句老话怎么说的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识邪呀 哪知道 这一回 7月27号晚上 一直担心害怕的意外情况 还是发生了 这天晚上呢 所有人都下班回家了 就剩值班人员 因为晚了 也睡觉休息了 崔明放 又摸进了 范局长的办公室 为了保险起见 锁住大办公室的门 还想有个缓冲时间 哪知道 刚进去 还没怎么偷呢 一个民警 因为临时有事 回到办公楼处理 刚进入办公室 那个大门口 就发现原本用钥匙 能打开的大门 反锁上了 虽然职业班的人员会锁门 但一般不会反锁啊 就是在外边用钥匙 还是能开开的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这名民警呢 当时意识到不对 不就联系了值班民警吗 俩人不就顺着办公楼外墙 往办公室方向爬上去了吗 爬上去 把平时大伙的这办公室 扫视了这么一番 没发现人影 就想着 会不会范局长办公室进人了呀 果然 在范泰民办公室门后边 就发现了这崔明放了 崔明放当时一看这情况 也知道 这逃不了啊 也就没挣扎 最终啊 崔明放这位在宝鸡市公安局办公楼 刑切三年多的人 就这样被抓住了 随后警方那就得对他进行调查了呀 抓着了 这就是案子 那你得破呀 这崔明放也交代了 三年多的时间里 在办公楼刑切三十多次 涉案金额高达十一万余元 各位 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工资 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呢 十一万呢 那是巨款呢 根据金额来说 崔明放这应该是会被重判的 但是呢 你架不住人崔明放主动交代问题呀 并且为了自保 哎 人家还来了一个超长发挥 哈 戴罪立功 举报了时任公安局局长 范泰民 他在盗窃的三十多起案件里面 七次都是偷的范泰民的办公室 一共偷了十一万多 这其中光范泰民办公室就搜出来了七万五千块钱现金 除了现金还有那些烟酒呢 那玩意儿也不少值钱呢 崔明放啊 平时不光偷还有一个习惯 他呢 平时会记录 每回偷 他都会专门写一份盗窃明细啊 今天偷的范泰民局长办公室 偷了现金多少啊 烟什么品牌 几条酒 什么品牌 几瓶 人都写的清清楚楚 他把这明细呀 也交出来了 在这些明细的支持之下啊 崔明放 这算是举报成功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这范局长吧 这范泰民呢 当时人送外号叫跨包局长 甭管去哪都喜欢搁着窝底下跨着个包 他呢 甭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上 他的风格就是那种特别霸道 特别强势的 尽管说性子比较火爆 但是他口碑还是不错的 大伙一说 这可是清廉的领导干部啊 有一回啊 城管的严格执法 导致好多个体户敢怒不敢言的 范泰民呢 就出面帮忙解决了问题 最后这事情也就顺利解决了 个体户的老板们为了感谢范泰民 凑了三万块钱红包 范泰民平时的工资也是几百块钱呢 看见钱之后直接就翻脸了 跟这些老板们就说了 我虽然工资不多 没什么钱 但你们这些钱不是来感激我的 是给我上眼要的 要是我收下了 我得成什么人呢 这么大一笔好处都不收 这事也就一传十 十传百 这么着 这范泰民呢 在当地民间的口碑是越来越好 范泰民呢 平时啊 也很低调 上班下班 就是那一套衣服 也不新 也不高档 出门呢 就跨个包 那包也不是什么好包 特别的简朴 可是大伙哪能想到啊 表面上这么清廉的领导私底下 可没少捞好处啊 最终2002年1月份 范泰民案开庭审理 范泰民被认定为受贿罪 涉案金额15万余元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行了 这个案子呢 咱们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2015年2月24号 广东省梅州市警方接到报案 报案人说在自己租出去的房子里边啊 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起案件在当时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重压之下的警方 随即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事 事情啊 还得从2015年2月中下旬说起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总是闻到自己所租住的单身公寓 有股怪味 起初小伙子以为是自己闻错了 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这臭味连续出现了好多天 周围的其他租户 也都说自己闻见了 没过两天 这臭味啊 越来越浓 竟然还招来了苍蝇 忍无可忍的租户们 终于在2月24号这天 打了电话给房东 房东呢 是老张 听说之后 立刻来到自己的这个房子查看 一开始啊 老张以为是死老鼠的味道 因为他之前呢 给每个房间都放了老鼠药 但是他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 也没看到老鼠的尸体 楼里边的租户呢 推断这臭味 应该是从2楼的一个房间里边传出来的 于是老张按顺序 给每一个租客都打电话进行核实 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可是当老张把电话拨打至307号房间的时候 里边租客的电话是关机的 这就让老张有点不踏实了 因为307的租户就这么失去了联系 而其他租户都能够正常联系到 老张说307房间的租客 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姑娘 所以联系不上她的话 她也不方便开门 但事已至此 老张只能硬着头皮叫来了开锁匠 打开了这房间的房门 这是一个20平米左右的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而卧室也只能容纳下一张床 开门进去之后 老张和其他的租户 并没有见到屋子里的年轻姑娘 可是门开以后 这臭味可更浓了 搜寻了整个房间 也没搜寻出个所以然的老张 准备关门出去 可是当他正要走的一瞬间 塞在床底下的被子 可吸引了老张的注意力 而且这被子严严实实的塞在那 肯定不是无意之中掉落的 老张折回去 走向床边 随着他的靠近 臭味是越来越刺鼻 此时老张的心里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妙 于是赶紧跑到一楼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立刻赶到现场 扑面而来的臭气 让警方意识到 床底下应该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随后警方掀开被子 被子上全是血 再往床底的里边一看 果然躺着一具女尸 尸体就这么仰面躺在地上 而且四肢张开 在床边呢 有一个塑料衣架 一根晾衣杆 死者身上还绑着塑料制成的条子 经过现场法医判定 该名女士的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 是被人用重物砸死的 死亡时间应该是17号左右 由于尸体的腐败 警方意识无法确认尸体的身份 随后警方还在地上 发现了一个破碎的酒瓶子 还有一个烟灰缸 两个物品上面都有血迹 经过技术人员分析 凶手当时应该是用酒瓶和烟灰缸 砸了受害者的头部 死者随后倒下 但是凶手并没停手 还在继续往死者的身上砸 因此床单和梳妆台 乃至柜子上都见有血迹 烟灰缸 啤酒瓶 塑料衣架 这些都是平常的生活用品 凶手随手就能拿起东西作案 想必那也是非常残忍了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他和死者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 由于门窗完好 屋子里边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或者是被翻动的痕迹 所以警方初步排除了入室抢劫的可能性 而且死者身上并没有抵抗型的伤痕 这也就是说 凶手可能是死者认识的人 然后死者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遭到了袭击 由此警方推断 死者或者凶手啊 肯定是与这个房间的租客有关系 要不然他们没钥匙 你没法进来呀 也许死者就是这间房子的租客 老张啊 说他只是和这间房子的租客 见过几面而已 所以他也分辨不出来 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租客中红 正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警方又在屋里的一个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张B抄单子 B抄单上面写的名字 可是李萌的 十年二十三岁 二月一号在梅州市医院检查 怀孕了 李萌名字的出现 让警方更疑惑了 李萌是谁啊 这跟中红又是什么关系呢 警方对李萌 以及中红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调查 令警方意外的是 李萌的男朋友和中红的丈夫 可能是同一个人 随后警方终于联系上了中红 这也就是说死者很有可能是李萌 毕竟人死在了中红的房间里 所以警方对中红进行了传唤 中红说呀 他跟丈夫关系不好 他生了儿子以后 丈夫竟然开始动手打他 他不愿意儿子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 所以就在老张的手里租了这房子 顺便躲避丈夫的毒打 中红还对警方说了 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情人 他这么对我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那李萌 是不是你杀的呢 各位想啊 丈夫出轨 情敌怀孕 警方有理由怀疑中红 就是杀人凶手啊 因为他有杀人动机啊 但随后 中红拿出来了自己的证据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2月14号 我带着儿子回老家过年去了 而且中途一直没有回来过 更没有来过出租屋 中红啊 人家非常的坦然 警察为了何时中红离开的时间 就调取了监控录像 遗憾的是 楼里的监控录像啊 只保存7天 7天以前的 看不见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接着对这7天的录像 进行反复的查看 很快惊喜出现了 警方在监控里边看到 2月16号晚上9点左右 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的 在电梯口一闪而过 进入了307 随后呢 又出来了 这个男子 为什么会在案发之前的一晚上 进入307号房间呢 他进去干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有房门钥匙呢 经过调查 这名男子 就是中红的丈夫 叫吕良 中红告诉警方说 在14号 我回老家之前 他说去外面开房柜 让我把出租屋的钥匙借给他 他要带朋友过去住几天 中红说呀 知道自己的丈夫 一定是带情人去住 但是他也管不了 所以呢 就抱着儿子回家了 随后警方将吕良 依法传唤 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吕良啊 对自己的罪行 那是公认不讳 吕良说 那天李萌来找我 还给我看了一张笔钞单 说他怀孕了 我一看就知道 这事情坏了 因为之前我是骗李萌的 说我自己是单身 而且有房 有车 还有钱 随后啊 这吕良呢 就逼迫李萌 把孩子打了 但是李萌并不同意 还让吕良 尽快娶她 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 我有妻有儿 我怎么娶她呀 所以我就和她吵起来了 我也是没办法啊 那时候我欠了一屁股债 本来心情就不好 她又找我闹 情急之下 我就用酒瓶和烟灰缸 把她给砸倒了 可吕良没说的是啊 她还在倒下的李萌身上 又补了很多下 等李萌死后 吕良就把她塞进了床底下 然后用被子 把床缝塞得是严严实实的 警察就问她 你不怕吗 跟尸体在一个房间 不怕 毕竟跟她有感情 最后警方将吕良 依法进行逮捕 并交由法院进行审判 警察 是 判定